欢迎收看威力奇卫影 大家好 我是奇获威力哥 今天早盘的行情呢 也是一如大家所意外的 这个走势呢 原本还是在一个偏多的趋势之下 那因为量缩的关系 昨天夜盘夜市没有办法持续的往上攻 还是呈现一个横盘整理的状况 那在市场持续在担心风险因素的一个情况之下 终于在 今天的早盘出现一个调节的走势 那从早上的走势来看呢 他已经下破了一个 比较短线重要的一个形态的关卡 你在这个拼多的趋势上 昨天威力哥就有跟大家做个暗示 趋势已经转去观望 那已经下破关卡之后呢 他就很有可能在持续的 在市场上很有可能持续的出现一个调节的现象 那下一步呢 会往哪边走 请各位 一定要 密切的关注威力哥的 Facebook 9at 或者是我的网站 卉力哥呢 都会 每天的这个傍晚的时候 就会把整个市场的重点 做一个会整 提供给 所有的粉丝朋友 会员朋友 做一个参考 首先我们来看到 整个国际市场的部分 昨天的欧美市场跟涨跌互建 涨跌的部分呢 得这个比例子都不是很大 那最主要市场还是在期待 期待两件事 第一是 6月18号 在日本举行的20国领袖级高峰会 大家在关注 美国跟中国 会不会有正面的互动 第二呢 是美国对于伊朗的部分 目前看起来呢 好像稍稍为有点缓解的状况 伊朗的态度啊 相对来说 好像也比较 不是那么强硬 可是呢 又持续的在放话 那川普的部分呢 目前是对伊朗寄出 金融资产 那会不会进行军事行动 我想 很有可能会在6月28 29号之后 才会有一个比较 明确的一个 更进一步的动作出来 那现在似乎美方就在等待伊朗的一个挑衅 那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那市场 很有可能会因为 短暂的一个恐慌的因素 会出现一个调节的 一个 走势出来 那在这之前呢 我想大家都还是会 将交铁 暂时放回来美中贸易战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 务必要密切的 关注的这个威力哥 那如果你需要 你的盘充 你需要威力哥的一个协助 你也可以透过威力哥的这个LINE AT 来跟这个威力哥做一个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较重要的市场讯息的部分 比较重要的部分 当然就是像威力哥刚刚跟各位提示的 美国对伊朗的这一个紧张的一个局势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 中国方面针对G20的这个高峰会 那他们也表示双方的团队正在进行沟通当中 我想 双方的沟通 美中双方的工作应该还是会暂时落在 这个基本的大原则 去试探美方是不是愿意 做一个让步 如果美方没有让步 那基本上 GS也没有什么 值得大家做一个期待 在重要的 经济指标方面呢 提醒大家留意的 但台湾街 下午的时候会公布两个很重要的数据 其实现在说台湾人 台湾同事人不太 管经济数据 不过这个确实是蛮重要的 法人还是会多少会去做一个参考 一个是跟民间投资有关的这个工业社团指数 另外一个跟民间消费有关的零售销售数字 这两个 重要的一个成分都是 经济成长率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参考的一个重要数据 如果这两个数据表现都不好 那不用反而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肯定要被下修 那如果经济成长率会下修 我想股市的一个成长的力道呢相对就会受到限制 另外在美国的部分呢可能要 特别去留意的 大部分都是在跟消费者有关 像这个 新屋销售 消费者信信 零售销售 红皮书 另外跟能源有关的有这个美国私有协会的这个库存 数字 这些部分呢都值得大家去做一个留意 简介我们看完台子的部分 台子的部分呢在日线来说呢 在早上的位置点 他的这个关卡已经有稍微失守 那我们可以看到威力指标呢已经慢慢的在转弱当中 慢慢的转弱当中 那看到分时的部分 在这个失恋 十有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威力指标部分都还是一个比较偏弱的一个状态 好那这个60分钟肯定持续的往下 往下 而且呢他已经跌破了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形态上的这个下缘关卡 所以这个趋势呢威哥刚刚才会讲说他已经有一个 很明显在转弱的一个现象 包括一分钟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威力指标也持续在偏弱当中 那各位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快中午吃饭时间 在盘式的这个部分你要留意的是 如果你是手上呢 偏空的你是有一个偏空的一个操作者 那你的这个整个 成本呢是在重要的形态关卡之上的 那你只需要去留意呢 这个走势到这个中午过后会不会有这一些干预性的这一个 这个买盘 进展去做干预 如果有那你要留意 那这个 很重要的这个形态关卡 一定要这个空方这个部分 一定不能让他过去 如果让他过去 那这个盘式呢就等于是 往下 往下去做一个 这个涨多了一个调节 然后 试图这个官方还是试图想要再去维持这个偏多的格局 所以简单讲如果你是一个偏多的一个 仓位的话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形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作为你的一个空方的一个防守点 那如果你是偏多的 你是偏多的 威哥只能跟你说 今天的这个走势这样一度跌下 你说你的指标还没有转空 那这个真的是你的指标真的是有问题 威力哥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已经做过平滑的一个处理 基本上指标都已经呈现一个 比较平滑的一个 一个状态 而且他已经转空了 所以 如果你的指标或者是你有这种坏习惯 就是说 你现在偏多操作 你是看A指标 那A指标结果呢 你该出场没有出场他转空了 那转空了 你又不照这A指标的转空讯号操作 因为可能你单子的套住 然后就去看有没有其他指标 比如说 B指标 C指标还是一个偏多状态 所以我就继续 如果你有这种坏习惯 威力哥还是劝你 把你这些坏习惯改掉 把你坏习惯改掉 我相信 你会有这种动作通常是因为你用的指标工具没有经过 数据的一个考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威力哥还是奉劝你 试着参考一下 像威力哥 这个开发威力指标 我们用这个期货公司的这个城市交易软体去做一些回撤 用比较 比如说 一年两年三年的历史之下去做回撤 在获胜率或是盈亏比值连续亏损次数等等 包括这个风险跟 可能潜在获利的这个比值 要做过这些数值评估的 这些 这个城市交易软体的工具做过评估 确定说他 能够在市场上 有一个可以呈现正向绩效表现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 把它拿来做一个运用 那威力指标很简单 他只要 指标翻红满 指标呢 偏绿空 那你看到画面 两张的黄牌的两个黄色的格子 有没有两个黄色格子 踩到两次的黄线就观望 就这么简单 只需要应用三色管理法 借同买偏绿空 踩到两只黄线就观望 就这么简单 然后纪律的去操作 然后照着呢 这个指标呢 这个策略 这些关键数字 所建议的这个资金的这个 的这个比例 比如说 这个 测试出来 需要三口半的保证金 那你不要去用一口半去操作 城市交易在 在运用上 资金控管 风险控管很重要 其他的就是 看你自己能不能 纪律化去操作 他 如果你没有办法纪律操作 那你还是 交由这个电脑 交由城市交易 去帮你做这个确实的一个执行 长期下来想要在市场上赚钱 真的真的不困难 以我们这个威力哥的威力指标 5号和2号这两只车月来跟大家做一个示范说明 你看他从这个6月6月初 他从6月初到现在 各位你仔细看 你去看那个画面那个地方 从6月初累积到现在 将近500点 其实这个数字呢 是因为这个录影的时间 他比较 这个在做这个字卡时间比较早 实际上呢 刚刚威力哥进入录影的时间来看 我们这个累计的这个部分 他已经把手续率跟 交易成本都已经有考量在内 490点 超过500 其实应该超过500 那只是说我们还是照着这个字卡上面 这个 一个软体 所送出来输出这个报表的数字 告诉我们 就是呢 490几 然后威力哥可以写成 490 想在这张赚钱 真的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只要 运用一个好的指标工具 善用城市交易 并且做好资金的控管 继续操作 想要在其他市场赚钱 真的 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的困难 即使是我们这种当充行的策略 他是不隔盘的 然后只做这个 台湾跟美国 就是早上的话是台湾 晚上是美国的重要的这个 这个开盘的这个时段 去做新仓的动作 然后呢 在收盘以前 这个盘别收盘以前 一定做出场 然后累计下来 虽然说 2号策略呢 好像6月份稍微差一点 不过呢他累计下也还有 60几点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你只需要善用城市交易 善用城市交易做好资金控管 善用一个好的工具像威力指标 像威力指标的城市交易策略 真的 想要在奇博市场赚钱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简介我们要看到的是国际奇博商品 我们看到的黄金 那当然最主要是考量到了美中贸易的 那在这次的大家其实普遍都不是很看好能够达成什么公司或协议 然后 那另一方面的主要主要是美国对伊朗 发动战争的这个几率呢其实还蛮高的 就目前看起来市场上的评估大概有 超过百日五十 只是美国什么时候会 做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动作 除非伊朗自己 能够放缓姿态 否则这个 战争似乎有点一触 一触即发这样的一个可能 当然这也引发这个黄金的这个避险的这个买盘 那这些在这些恐慌疑虑没有消退以前 黄金还是很可能持续的在走洋 包括像白银 都很可能被他持续的往上去做带动 因为黄金 他已经突破五年的一个高点 算是相当相当的一个强势 那在恐慌因素还没有结束以前 黄金这个偏多的趋势应该暂时都还不会消退 你只需要留意 因为他毕竟走有点高 所以短线上美规划你还是 以这个逢拉回到这一个分时形态的关卡附近 再去做偏多的布局 或者是善用像威力哥的威力指标 等到这个指标呢 他做一个收链再次 发出这个偏多讯号的时候 顺势去做一个操作 只要 运用程式交易 来克服你的 这种纪律操作的 没有办法纪律操作的心目 然后做好资金控款 善用指标工具 真的 想要在企业市场上赚钱 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困难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威力哥最后祝福各位 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发大财 我们明天再会 录的 请不吝点赞 订 player 给我 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